你好,欢迎收看11月13号大花莲地方新闻,我是陆宇慧 花莲县110年前县及社区全民联合运动会 最近是分别在花莲市、吉安湘等地区比赛场地陆续举行 13号上午是在美轮田徑场举行开幕典礼 不过天宫不作美,大雨搅局,因此取消了参赛单位进场 现场区中尉也请免选手要尽情竞技,享受比赛要创造夹击 110年花莲县全县及社区全民联合运动会 10月底开始,各项赛事分别于花莲市、吉安湘等地的比赛场馆陆续举行 约有15类竞赛项目,参赛队职员6000多人 13日上午在花莲县丽美轮田徑场举行开幕 由花莲县丽花岗国中带来音乐表演 花莲国中花莲高宫带来精彩舞蹈揭开序幕 我们感谢花莲国中体育班全县队在雨中挥洒青春活力 我们更希望花莲的孩子在四级的整个训练以及培育 无论是学术,无论是运动都能够留在花莲 因为各位孩子,你们是花莲的生力军 更是花莲未来的人口红利 更是国家未来的动员 更是未来亚奥运 扬名国际为台湾争光的所有选手 再一次谢谢我们所有选手 大家为自己加油好不好 天空不作美,大雨搅局 因此取消各参赛单位进场 接着颁奖表扬110年全中运 全国运动会人赛事机优个人团体和大会表演单位等 选手及裁判代表宣誓后 由华莲体中阿美竹田径双胞胎刘立林与刘立琪 在风雨中传递圣火,点燃全民运 记者蒋帮眼华莲师报导 会让我赶着 那都更小 我早点明不关闭 我早点明事 我早点明不关闭 我不是闭 머�关闭